祷告两晨 听见台湾的祈祷 祈祷515 与其抱怨黑暗 不如点燃一根蜡烛 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 每周五天 每天一次 同心为国祈祷五分钟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协同会罗东教会的徐维俊牧师 今天我们要来为宜兰的家庭来祝福祷告 慈爱天父上帝 你是佩德荣耀尊贵权柄的创造主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赐给我们生命与一切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也是我们家庭的主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与家人 亲爱的天父 你是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宇宙主宰 你永不改变 使我们能全然的信靠你 父啊 你又赐下恩典与权柄 使我们能称为神的儿女 但愿我们都能生养众多 并叫我们的世世代代 侍奉你 又愿我们拥有你所赐的产业 叫我们能够将你的作为 你的信实 你的慈爱 你的能力 指示我们的下一代 将你的大能指示教导我们的后代 父啊 求你为我们的侄女预备好的婚姻 愿他们都有恩典建立和神心意的美满幸福家庭 能够生养众多 世世代代 绵延不绝 亲爱的天父 求你保守我们做父母的 能首先来到你的宝座前 求你洁净我们的舌头 帮助我们懂得向我们的侄女 讲和宜 平安的话语 叫我们的侄女的身心灵 都可以平安健康地长大 愿主福音的大能 充满我们的家庭 因为我们是为此蒙糟 为要我们承受更大的福气 主啊 我们要宣告主的话语 要以主的话语 做我们祷告的内容 更要奉主的名 把一切咒诅 从我们家庭中赶出去 我们全家人 要尊主为大 以神的事为念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其他的恩典 你就会大大的 加给我们的家庭 主耶稣 我们现在特别将 目前婚姻处于 紧张状态的夫妻 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求你来医治他们 求主的和谐与平安 大大平静他们夫妻的心灵 只习他们的纷争 求主教夫妻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可依靠自己的感觉和价值观 来判断谁是谁非 因为这样的争执 只会让纷争破坏我们的家庭 求主赐给 现于纷争的夫妻 有节制的能力 更要约束一切的狂傲与放纵 以温柔的话语 代替口出恶言 以饶恕原谅 代替怀恨在心 以平静安稳 代替心烦气躁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 每对夫妻 都能够彼此相爱 凡事看对方比自己强 尝试一切 从欣赏配偶的优点开始 包容配偶的缺点与不足 包括我们的子女也是一样 我们要努力来成全配偶 成全子女 求主帮助我们 更能体会自己在家庭中的 重要性与影响力 不要因我们个人的私欲 祸害了我们家庭的幸福 影响子女的成长 求主赐给我们 每一对夫妻 每一个家人 都以家庭为重 彼此相爱 更在彼此相爱中 经历主所赐的心意更新 与极大的福气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 阿们 本单元是由国家祈祷早餐会 筹备会 地区联导会 与佳音广播电台 联合制作 请加入 祈祷515行列 每天同心为国祈祷 与祝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